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手离别多 深情无从手 怎么能够忘记你 只有对月叹息 几菜红灯 烟河里 何主有你同记 爱旺旺 用心悲戚戚 相聚上别离多 深情无从手 我又回到我的寻风院 往日的梦一夕又出现 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 会不会好梦来愿 我又回到我的寻风院 想起了它仿佛又见面 想要重播亲爱的亲吻 不知道能否再见 你爱我 想把你别 流着眼泪口干绵 深深深远起 黄黄的黄黄 让你爱然 回来回到我身边 我又回到我的寻风院 往日的梦一夕又出现 想要终闻失去的嘴梦 会不会茫茫难渊 往雨夜里飘落下 黄的花白的花 黛的花白的花 黛的花是我想起了它 就像是海啸的它 为了什么总把我吹响 黛黛的不说一句话 剪它泪响 剪它不说话 真将我放不下 欢迎 欢迎金山大哥来到节目当中 二位好 二位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哇 刚刚一开始演唱就是一连三首主曲 琴南首 寻梦缘 泪的小花 哇 不过呢 因为呢 我们站在青山大哥的旁边呢 真的是啊 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就是看到你 真的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可以这样亲自访问到你 真的是 好紧张啊 不过呢 像以前啊 青山大哥您出道到现在啊 就几年了 啊 马上要二十六年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可不可以谈谈 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 因缘际会 而且踏入歌台开始唱歌 其实呢 我真的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会走上这一行 嗯 因为我在呃 念书的时候呢 我就很喜欢唱歌啦 嗯 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县兵嘛 嗯 我在县光义工队服务 啊 那么在义工队里面你知道啊 唱歌啊 跳舞啊 耍宝啊 什么都要来啊 主来宝啊 啊 那么在这两年呢 我就接触舞台很多 嗯 我记得我是民国五十七年 五月份退伍 五月初退伍的 嗯 那那个时候呢 刚刚这个台北有个歌厅 嗯 叫做立生好华大歌厅 刚开幕 立生 那么人家介绍我去那边试 啊 就这么一唱呢 嗯 就第一个月 还没有唱完 老板又叫我再续乐 哇 然后续三个月 三个月然后 又再续 就这么一直续了十一年 哦 哇 在立生好华大歌厅 一唱就唱了十一年 所以我歌厅呢 我只有唱过立生歌厅而已 嗯 那个时候这个立生大歌厅 一张票要多少钱 嗯 入场 对 二十块大概 那时候算很贵吧 哇 是不是 呃对 因为我记得我在 呃 现光服役的时候 嗯 我们一个月的薪水只有 八十五块 哇 天哪 哇那你一个出了几张的唱片 你记不记得 唱片呢 我说的也不是很多 我在国内啊 也有出过大概 国内国外啊 嗯 加起来大概有 四十几张的 好像还不是很多 还不是很多 哎呀 真是汗颜啊 你几张 三张 哈哈 我两张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出唱片跟你们不能比啊 哦怎么说 那时候都很厉害啊 我们的那个时候是 算一张唱片多少钱 嗯 哦 我们说那时候一张只有 三千六百块台币 哦 哇 哪下你们现在一首歌几十万 没有没有那是陈淑华 哈哈 哈哈 那不过呢 今天真的是很难得青山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来进行这个点歌 好不好 深吸一口气 哈哈 好是好因为呢 我已经这五六年啊 嗯 可以说已经半退休了 嗯 有些歌呢很久没有动啊 有时候怕我歌子会记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现场这么多 您看啊 来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大家这里 如果说不会唱啊 现场朋友有的 可能还可以帮您 帮您吧 好好好 好 那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点歌的时间 我们看看首先来 哪一位想听 这边 啊 今天传得很漂亮啊 这位阿姨 你好 你好 你也请您贵心大名 我姓廖 廖淑琴 廖阿姨 廖阿姨 你也是群先会的忠实观众吧 对 是的 那今天看到青山先生 有没有想要听他唱些什么 你被一直握我的手 我紧张 看到看到当时这个心目中的偶像 现在好紧张 对对对 太喜欢你了 我想听他唱生命如花蓝 生命如花蓝 这首歌也是您的歌曲 呃 应该算不是我的歌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唱歌的哈 没有说 专属于自己的一首歌 什么歌都唱 这样子 生命如花蓝 热烈掌声欢迎 青山先生演唱这首 《生命如花蓝》 《生命如花蓝》 isty她 绿色 yacht 生命如花蓝 worth t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为你唱一首爱歌 当你明晨醒过来 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 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 爱人不要管我 爱人不要管我 我愿想与你下我一生 不耐生命如此满足 当你闭上眼睛 笑声永远留在耳边 我虽然爱情永远留在心底 爱人不要悲伤 爱人要求我 爱人要求我 抱紧我不了 真正的爱情 你我回答 你我回答 天涯相逢 爱人要求我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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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